大老师好 孙老师好 我叫刘澄澄 是一名来自中国铁路文物团的杂技演员 就当我看到孙老师锻造的超大呼拉圈时 就立刻报名参加了节目 因为我的工作也和呼拉圈有关 你是一名杂技演员 所以你的练的项目是呼拉圈吗 呼拉圈和柔术 和柔术 对 厉害 但这是真的呼拉圈 对 来来来来 掌声有请 哇 您记住这些动作 待会儿让您重复一遍 太复杂了 谢谢 谢谢 动作记住了吗 刚才那几个 就把脚跳起来 鞋可以上去 脚上不去 感受一下 这家我先练十年纪 你感受一下 试一下 我们这个没有150吨 这个转肯定是可以的 这么转没问题 在腰上断 您这叫呼拉圈吗 您这叫忽悠我们 你刚才转的时候吧 我站在你的侧面 咱俩站在一条线上 我特别害怕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那个刚才咱们看到 那个大钢钉的那个照片 它有一个大链子 那个叫翻钢机 掉起来那个 对 我们那个现场的 这个安全规范 是不允许跟那个翻钢机 站在一条线上的 刚才您转圈的时候 我就站在那 所以我特别害怕 我一下子甩出来 正好把我给套上了 就在看演出的时候 他脑海里还在计算 计算轨迹 计算风险 是不是 你以前转过没有 呼拉圈 我记得曾经有一度 是非常风靡的一个健身的 是 您转不到十圈 我可要问您问题 三四 还十圈呢 你应该把标准 直接定五圈 这主要是我试试 跟西服没关系 我这不也西服吗 这可以啊 你要找到他那个劲儿 对 对 谢谢 好 来 这是拿着真呼拉圈来了 不过你刚才看到 那个屏幕上面 那么大的呼拉圈 是不是也挺震撼的 对对对 这样我想问孙老师 就是您之前演讲过程中 也提到过 您大胆创新中 就是受到了很多质疑 与反对嘛 在如今经历了十年的磨练 您和您的团队 也终于证明了 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就是您现在最想对 曾经质疑你的那些人 说些什么 最想说的实际上是感谢 我们在做科研 或者是在做工程项目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 来自不同层面的人的质疑 我觉得 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来讲的话 对同行专家的质疑 要特别认真地去对待 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下来之后要充分地琢磨琢磨 人家为什么这么问我 这个也是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 一种正常的常态化的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在做事情过程当中 还要坚定我们的信心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确实是对的 就一定要坚持 有的时候甚至要有一种真理 就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光是需要别人的质疑 我们自己也要质疑自己 就像我们做了很多成功的 这种工程案例之后 那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技术 就很成熟了 就做得很好了 以后再做的话 就不会失败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自己存在哪些问题 自己哪个地方是最薄弱的 这个只有自己能清楚 所以我们要补齐自己的短板 发挥自己的这个长处 不能说我总是躺在 历史的功劳簿上 越过了一高山 我就躺在地上就休息了 不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是真正地能够 整理整理自己的形团 看看我下一步应该 往哪个山峰上再去攀登 不断地去攻坚克难 把我们这项技术 能够做到普世化 能够做到真正地 升级到一种共性的 这种层次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将来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一路上质疑的声音 其实有的时候 是最大的帮助 好的 谢谢孙老师 谢谢萨老师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